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2024选举大开杀戒 大家都知道我很支持初选 我希望能选出最能代表我的领导人 来带领共和党 就在这个时候呢 佛州的州长 Ron Decentes 犯下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他的民调越来越低 我还在这里可以保证 他不会赢得初选 史上最下三滥的选举攻击 既然不是出于民主党 竟然是出于Decentes 真的是非常令人失望 其中一个新闻 我只会在前头提一下 我可以不会很深入的看到 这个骄傲月 拜登政府在我们的白宫上面 放了三面旗帜 骄傲旗在正中间 旁边两个是美国的国旗在旁边 这个是对于美国的侮辱 是对于曾经所有为了美国 牺牲生命的阵亡将士的侮辱 这是对于所有居住在美国人的人 侮辱 原来他们在独立战争上面牺牲 是为了维持性解放 原来他们的尸体在南北战争 在那边倒下 是为了保护黑命贵 原来他们的英灵 在诺曼帝的海滩上 被纳粹用机关枪扫射 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更不用说 这个是触犯了美国的国旗法 上面写说 美国的国旗必须要制中 跟其他州的旗帜 或者是组织的旗帜 摆在一起的时候 要放在制高点 我们的白宫亲自犯法 犯下了国旗法 触犯了这条法律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一定要讨回公道 另外一个要讨论的就是 川普再度被起诉 这次是被联邦起诉的 也就是说这次是 拜登的政府 对于川普这个平民的攻击 这代表什么呢 我们全部都会在今天节目讨论 最后带给大家一个民调 一个振奋人心的民调 我们正在赢得文化战争 我们正在翻转美国 我们正在拯救我们的时代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PY的会员 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辛苦赚来的钱 送给恨你的公司 恨你的小孩 恨你的家庭 恨你的信仰 恨你的价值观的公司 请你拿你的钱来支持我们这个 传达正确价值观的频道 同时也加入我们的 夺回彩虹计划 我现在身上穿这边T恤 上面有个彩虹 这不是骄傲旗 骄傲旗只有六个颜色 这七个颜色 红橙黄绿蓝电子 或者是红橙黄绿青蓝子 是犹太教 基督教 一直以来使用来代表 神跟诺亚利的约的颜色 这七个颜色的光混在一起 就会变成一道白光 彩虹不是左派性解放的工具 而是神给我们永远的承诺 事实上就是 彩虹不只七个颜色 是有成千上万的颜色 其实录第四章第三节的时候 上面写 又有红围绕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上面好像说 神的彩虹是绿色的 那彩虹到底是什么颜色呢 圣经上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 六色彩虹旗 是代表这个世代的魔鬼 绝对不能使用 七色彩虹则是传统基督教 天主教一直以来 使用来代表 神的应许的颜色 加入我们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到我们 discord的聊天室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 志同道合的人 不只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群组 会在我们的discord聊天室里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孩子吗 homeschool的资源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就请到了两位母亲 就是之前上节目的 Sunny跟Lily 两位homeschool达人 一起来帮你跟你的孩子 夺回你孩子的教育权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按赞 留言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 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我是Eit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RON DE SENTIS 跟 DONALD TRUMP 这两个人到底谁会赢得共和党2024的初选提名呢 全美国的人都在看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 有些人支持川普 有些人支持 DE SENTIS 有些人跟我一样觉得他们两个辩 让他们两个在台上切磋 更精彩越好 2024的选战 一般如果说对于这个共和党候选的攻击的话 我们基本上会认为是来自于川普的 因为大家都在攻击他 然后他会反击 但是目前最恶心的攻击 就是来自于RON DE SENTIS 内容是这个样子的 You're fir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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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all fired All four are fired You're fired You're fired You're fired Today I walk in I hear I'm going to fire him I'm not firing him I think he's a wonderful guy Should you have fired Fauci So a lot of people ask me that question And I did it right Because if you do fire him You're going to have a firestone on the left again Why did you feel unable to fire Fauci Personally you're not allowed to Every time he goes on television There's always a bomb But there's a bigger bomb if you fire him Frankly you can't win that one If I would have done it I would have taken heat Ok 内容其实很合情合理的嘛 川普没有开除福奇博士 川普听从福奇博士封锁了国家 川普给了大型制药厂豁免权 为了创造出来一个COVID-19的疫苗 然后大型药厂对于这个药效 副作用 长期副作用 都不用负责 都不用赔钱 而且有无限的权利来使用纳税人的钱 去开发 制作 还有散播疫苗 在疫情方面 Ron DeSantis做的其实是比川普好的 我同意 但是你往回播一下 这上面有六张照片 从左上角的开始 OK 第一张是川普在亲福奇博士 第二张是川普跟福奇博士在一起的照片 OK 然后第二排的第一张 是川普站在福奇博士前面 OK 福奇博士在白宫前面 这个记者会的讲台前面 然后第五张是川普抱着福奇博士亲 第六张是川普抱着福奇博士 这六张照片里面 有一半是假的 是AI画出来的 使用疫苗跟福奇博士来攻击川普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是非常正当的 的确 因为川普那个时候的关系 联邦政府的权限过大 而且美国的制药厂的权限也扩大了 川普推出来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疫苗 或许真的是降低了老人的死亡率 但是到最后这个疫苗变成了一个政治的工具 军队被规定一定要打 学校规定一定要打 教会破裂成两半 一半说要打疫苗 一半说绝对不打疫苗 反正用疫苗攻击川普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但是你怎么可以把假照片放上来 你怎么可以把一个AI做的假照片 跟真的照片放在一起 当做是你的竞选广告 Dissantis的竞选团队创造出来这些照片 然后要来欺骗大家 所以很抱歉 佛舟州长 Kiss your presidency is goodbye 你现在没有任何机会了 有人会支持佛舟州长 就是因为他们会认为说 你不会搞这种下三案的东西 只有民主党才会做这样的行为 结果你竟然这样去做 攻击川普的方式有非常多 合情合理的攻击 其实也非常多 你把川普跟迪士尼 还有BlackRock连在一起 都可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攻击 结果你竟然放了三张AI画出来的照片 然后对川普的个人攻击 wrong move stupid move 2014你不用想当总统 2028 基本上也不用想当总统 除非川普公开声明 他原谅你 你才有机会 我们其实不需要对于川普有任何 有任何根据的抹黑 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美国政坛的粉红大象 Pink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是这次川普被起诉 这次不是什么 AV女優的风口费 什么垃圾 也不是什么好几百年前 一个不存在的强奸案 那女的一开始说 他们两个情投意合 然后后来又说是强奸 然后又说强奸是一个 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那个No Nino Colu那个女的 这次的很严重 就是我们现在的美国总统 Let's go Brandon 想要司法部 DoJ 把川普这个平民 同时也是他最大的政敌 同时也是美国 另一个大党的领袖 关到监狱里面 使用一个罪名是 Joe Biden也触犯的罪名 就是持有机密文件 然后C.Larray 柯林顿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当时C.Larray 他只是一个国务卿而已 Mike Pence 也有机密文件 欧巴马布希 都有机密文件 但是 欧巴马跟布希 他们是总统 拜登 C.Larray Mike Pence 都只是副总统 跟国务卿而已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惩罚 但是川普 确实要被关到死 这个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我们不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是怎么反应的 Asa Hutchinson 这个阿肯萨斯州的州长 现在他也要出来选中的概念 他上了C.N.N.讲说 为什么川普可能是有罪的 川普可能是 川普可能是 They would have been indicted a long time ago. Okay. 第二個我們知道絕對不可以選的人就是他了,OK? 如果那個人不是反對黨,不是在野黨領袖的話, 處理方式會不一樣耶! 真謝謝,州長大人! 對啊,如果說不是這個共和黨領袖的話, 就會被四兩波千金的無罪釋放啊,就沒這回事啊,對不對? 他的兒子還可以花一張浪畫,然後賣五十萬呢? 這件事情出來,川普被起訴這個東西,我認為非常好。 對川普只會有幫助,而且不會有任何的壞處。 這個是把真正有勇氣的人挑出來的議題,就像海報突擊隊的訓練一樣。 如果說你聽到任何一個共和黨的人說, 嗯,well,you know,川普或許真的就是知法犯法啊, 他或許就是不應該把那些機密文件放在那裡嘛,對不對? 法律就是公平的啊,對不對? 你把那個鎖在那個保險箱裡面,你也不能確定那個是安全的啊, 所以,you know,或許整個案件是合理的嘛。 這整個案件就是一個胡扯。 川普他是美國總統,他有權力解密任何美國政府的文件。 解密了之後,他就有權力放在任何他想要放的地方。 這個案件唯一成立的原因就是因為, 川普自己說他沒有解密這些機密文件。 但除了這個之外,這裡面沒有任何的公義,沒有任何的正義,沒有任何的理由。 在政治圈裡面,這個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這個道理其實大家都懂。 民主黨做這些事情,沒有任何其他的理由。 他們不在乎道德,他們沒有標準。 但是我們不一樣,我們是基督徒,我們是保守派,我們有東西要保守。 我們在乎正義,我們在乎道德,我們要保守的就是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標準是要高的。 而這些人是要去華盛頓的,甚至是要在國際上代表我們的。 所以說我們對這個位置的要求的人一定要很高。 所以我對我自己要求很高,然後對他們的要求也很高。 那在政治層面,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幫助我們的朋友,而且打擊我們的敵人。 我們要彼此切磋,要讓彼此變得更好。 要用更高的標準來要求彼此,讓我們變得更像耶穌一點。 那這個新聞,我們之後再慢慢報。 但是要知道的就是,這一切就是政治操作,而且是政治攻擊。 而且這是一個美國的政府對一個平民,要參選美國總統的平民的攻擊。 這次對於川普的攻擊是個政治攻擊。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看得出來,他們要做的就是一個殺雞儆猴的手法。 試圖讓我們失去士氣,讓我們失去鬥志,讓我們失去對於正義的渴望。 這證明了一件事就是,民主黨一點都不在乎民主。 他們沒有任何的能力跟我們公平的辯論,公平的選戰。 他們只想要贏得更多的權利,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民主黨寧願摧毀民主,也要保護他們的黨。 這就是為什麼川普會不斷的被攻擊。 所以這次的重點就是,2024年共和黨一定要贏。 這不是一個新聞,也是應該所有人都應該知道的。 也應該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會說的重點。 這就是為什麼我很期待初選。 在初選的時候,是一個保守派彼此切磋的時候, 我很支持Round Dissent出來挑戰川普。 我很支持任何人出來在保守派的圈子裡面彼此挑戰。 為了得到我的選票,來承諾最符合我的價值觀來奮鬥。 在對他的議題上面,在變性的議題上面,在同婚的議題上面。 誰能最符合聖經,我就會投票給誰。 到大選的時候,我就是會投共和黨。 大選之後,我們要有人上去打敗拜登。 選舉之後,拜登要被起訴,要被關監獄。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證據。 現在有17個通話紀錄。 證明了,Joe Biden跟Tunter Biden, 在Joe Biden當副總統的時候,接受了烏克蘭的賄賂。 外加上,他放在車庫裡那幾個機密文件。 他要被關監獄。 他兒子也要被關監獄。 希拉蕊也要被關監獄。 希拉蕊的老公,Bill Clinton也應該要被關監獄。 共和黨贏得選舉之後,我很期待川普會執行承諾。 就是我們一直也聽到的陰謀論。 大逮捕。 我希望林伍德大律師是對的。 把Jeffrey Epstein那個小黑書拿出來, 裡面的人全部起訴,全部關監獄。 該槍斃的全部槍斃。 民主黨跟左派必須要知道的就是, 做壞事是要被懲罰的。 是會有後果的。 而且我們是會反擊的。 你們對我們的人生攻擊, 我們可以左臉跟右臉都給你們打。 我不怕。 但是,你對於神的攻擊, 對於聖經的律法,還有價值觀攻擊, 就是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命還命的。 你選擇攻擊我,我可以全然接受。 那你選擇攻擊神的公義的話, 你就是要付上代價。 左派要了解說,他們的選擇是要付上代價的。 基督徒不可以再軟弱, 不可以再與世無爭, 不可以再把愛當成是什麼都不做的理由。 因為,你如果不摧毀你的敵人的話, 你的敵人就會摧毀你, 而且會摧毀你的孩子。 最終他們會摧毀自己。 我們也不想要這麼做, 我們也不想要摧毀任何人。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再想像這個樣子, 再過四年之後的美國。 Joe Biden,很明顯的老人痴呆, 他沒有在帶領任何人, 他的團隊是邪惡的。 也就是說,他們用他們的邪惡, 帶領著我們的國家。 我們唯一的深入就是, 和平地用選票摧毀當前的邪惡。 因為如果我們不這麼做的話, 我們有一天就只能用憲法第二修正案, 來保護我們自己的家園了。 2024就是這麼危險, 初選的時候, 我們要選出正確的人來代表我們。 大選的時候, 我們要全力以赴地選出真正會執行大逮捕的人。 不管你喜不喜歡, 目前這個人就是川普。 我只希望他的方向不會變, 然後他不會再跟左派妥協, 或者是跟左派低頭。 這次,如果福奇博士再有說話的話, 那就直接開除福奇博士。 但是已經不行了, 因為福奇博士已經退休了。 我每天報這麼多新聞, 看起來好像世界很黑暗, 很糟糕。 但是,這裡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就是現在保守派的人的人數正在不斷地增加, 而且在不斷地增加當中。 很有可能是民主黨變太左了, 然後整個瘋掉了。 然後普通的人就說, Yo,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誇張嗎? 我也認為同性戀也應該有人權啊, 我也認為說他們如果要當一家人的話, 可以當一家人啊, 去醫院的時候可以一起上救護車啊。 但是, 你有必要要洗腦我的小孩嗎? 閹割我的小孩嗎? 扭曲整個國家的教育跟價值觀嗎? 只為了讓你覺得你自己很正常嗎? 對, 就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就是, 保守派2000年之後呢, 就是有很多的小孩, 生很多小孩,生養眾多。 保守派的繁殖能力是, 大概是自由派的兩倍。 自由派這些人呢, 他們把自己的小孩殺掉, 掩割他們的小孩, 掩割他們自己。 所以, 自由派的小孩會越來越少。 現在, 四個保守派的孩子裡面, 就只有這個2.3個自由派的小孩。 等於說快要就是, 超過一半的人數了。 但是, 左派的方法就是要試圖洗腦你的小孩, 讓你的小孩加入他們。 那這個越來越沒有用。 報導上面說, 有保守派思想的人創下過去這10年以來的新高。 根據Gallup Poll的民調顯示, 美國有38%的人說自己是保守派, 或在社會議題上處於保守觀點。 這個數字在2022年的時候是33%, 2021的時候是30%, 同時自稱自己是自由派的人的百分比, 從34%掉到了29%。 然後說自己是中立的Moderate, 維持在三分之一, 31%左右。 上面說, 上一次這麼多的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保守派的時候, 是2012年。 張圖上面, 他說, 當你現在看現在的社會議題的時候, 你的觀點是什麼? 非常保守, 或者是保守, 中立, 自由, 或是非常自由。 保守派的數字是38%, 然後自由派的數字是29%, 保持中立的通常都比較偏保守派。 根據這個圖表, 認為自己保持中立的態度的人, 對於保守跟自由的政策比例是2比1。 我不認為應該要叫他們自由派, 乾脆叫他們什麼放縱派好了。 那我來告訴各位, 我認為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人已經看出來左派的方向是神經病了, 而且在鼓勵神經病。 當時他們要同婚的時候, 你還記得那個蔡英, 你那個MB的時候, 他們的理由是, 我們也想要在快要死掉的時候, 伴侶在病床的旁邊陪伴他們, 我們也想要我們可以跟真正的愛, 我們真正愛的人當家人。 當時我自己還不是基督徒, 2008年的時候, 我不懂為什麼基督徒為了Prop 8, 上街抗議, 是為了什麼東西? 他們要在一起就在一起啊, 對不對? 他們結不結婚, 跟你們基督徒什麼事嘛對不對? 然後我的例子比較偏激, 我的例子比較極端, 因為後來我成為了基督徒, 我了解婚姻的神聖, 我知道破壞一男一女的婚姻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一般的人如果沒有信主的話, 他們看到的是什麼? 一般的人他們看到的就是, 你原本不是說你們只是想要做自己, 不會該好到任何人。 現在你們不但要變性小孩, 然後讓小孩分布清楚男人跟女人, 你們要把你的思想放到教育裡面, 每一年還有一整個月要來慶祝你們的性取向, 為什麼性取向要被慶祝? 你不但這個樣子, 你還要讓小孩看你們這些變態的行為, 這已經觸犯到了我的道德底線了, 我不能再支持你們了。 說真的,我認識很多同性戀的人, 他們不像你在電視上看到的一樣變態, 他們都受不了了。 我之前有一個客人, 他是同性戀, 那時候還是2014吧, 他就跟我說, 他完全不能認同現在同性戀在做的事情, 他覺得同性戀的男人就是男人, 男人要有男人的樣子, 男人的穿著, 男人的行為, 他覺得現在同性戀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只是在醜化他們的同性戀族群而已。 當時我認識的同性戀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也覺得說, 他們如果想要跟他們的男伴在一起的話, 其實沒差啊, 如果他們不是基督徒的話, 就是他們的自由啊, 對不對? 而且他們也反對同性戀領養小孩, 他們覺得小孩需要父母, 一父一母的陪伴, 而且他們很多還都是基督徒, 當時我沒有問他們說, 他們是怎麼樣面對信仰層面的, 因為當時我不是基督徒。 在我們繼續討論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反對洗腦小孩的同性戀, 對於現在整個LGBTQ的議程的看法。 OK, 請問他們說, our acceptance has gone down significantly as a result of this aggressive regressive and quite frankly dangerous rhetoric and lies you're sounding to these kids so I ask you today not the board since they profit from this agenda but everyone else please stop please stop you're not helping you're hurting us and these kids none of us deserve to be the collateral damage of your blind misguided wokeness your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deserve better than this they voted you in and they will vote you out I just implore you to stop the insanity and just leave these kids alone 剛剛那個是在一個學區裡面一個同性戀上台跟 school board 嗆聲但是我就回想到我當時認識的那些同性戀如果他們領養小孩他們會做的比現在很多父母還要好他們知道對跟錯他們知道男跟男人跟女人是有分別的現在有很多父母是沒有任何道德價值觀的 小孩是他們奪取目光自以為意的工具現在這些父母想要當網紅想要變得有名氣而把他們自己的孩子當成獻祭送給Moloch和摩洛克現在這個LGBTQIAPC++++這些人他們想要使用這個父母想要紅的慾望來殘殺屠宰自己的小孩導致的後果就是現在很多的人看不下去了越來越多的人知道真相之後說自己是保守派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的年輕人他們發現現在的教育並不合理因為這些變態的議程已經被平常化了電視上面電影裡面商店裡面整個美國文化整個西方文化還有被好萊塢洗腦的國家包括什麼日本台灣新加坡整個歐洲以色列他們所有的文化價值觀不是美國的價值觀 而是好萊塢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已經被平常化了因為他們的聲音很大而且他們不准有任何其他人有其他的思想他們想要利用這樣的渠道來達到共產主義摧毀家庭 年輕人的叛逆變成了一個抵抗世俗價值觀的力量因為我們上一代的父母扭曲了自由的定義導致我們這一代更扭曲了自由現在很多小孩看不下去我們這一代父母了為什麼我要叫這些男生女孩為什麼很明顯的是男生他可以參加女生的體育活動為什麼要故意裝作看不到事實才叫做愛才叫做包容才叫做平等 他們會覺得說我的父母可能不是正確的喔我的父母的價值觀可能分不清楚事實喔 最有名的就是去年的一個影片一個在抖音的影片一個同性面的媽媽跟他的兩個兒子他的兒子就在當場直播上面就直接說你就是硬要逼我跟著LGBTQ的議程啊如果我不同意的話你就會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來說服我 為了不能生強烈的人,練和不後果會變成可不一樣的 Frey都說外表 does your mom say you have to be LGBTQ?我沒有!I think she's what I wanna be but sometimes...Come on Go ahead Lex Go ahead keep talking say what you're saying My mom doesn't matter if I'm a... If I am gay or lesbian or any of that she doesn't care All she cares about is that I'm a part of it and if I'm not a part of it she will try to convince me to join it - 因為我- 什麼? - 你現在正在抵抗了嗎? - 事實? - 我會讓你加入了什麼? - 那LGBTQIA Plus的社會 很棒的一個例子 小孩正在抵抗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左派真的沒有任何底線了 真的沒有辦法被接受了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統計 這個圖表是在說 2021年到2023年的 各個年齡層保守派的比例 18到29歲增長了6% 30到49歲就是我這個年紀的人 增長了13% 55到65歲的人增長了11% 65歲以上跌了1% 這個是為什麼呢? 因為左派已經完全脫離現實了 就拿墮胎這個議題來講 右派保守派的人觀點就是 嬰兒的生命也是人命 不可以墮胎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社會資源要用來幫助那些孕婦 懷孕的女人 我們要立法保護那些媽媽 有能力保護孩子的生命 就算導致很多的女人 會利用自己的孩子 來騙取來榨取政府的這個 金費補貼的話 也在所不辭 保住人命是最重要的 左派原本的觀點是在說 Legal, Safe and Rare OK 合法安全又稀少 但現在他們左派的觀點是 只要想墮胎就可以墮胎 任何的理由都可以墮胎 9個月又29天 只要孩子還沒呼吸都可以拿出來殺 就算出生了OK 已經有呼吸了 在一個月內都可以把它放在這個手術台上面 讓他們哭到自己死 這個觀點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接受的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說 那我可能就是保守派吧 對於變裝皇后跟變性的看法 他們原本是 這是他們的自由啊 這是他們的選擇啊 這是他們的人生嘛 他們想幹嘛就幹嘛 只要不要碰小孩就好 但是現在這些左派的人在做的事情就是 在大街上男人脫光光讓小孩看 在卡車上面被皮鞭抽 然後打另外一個男人 然後說這是合家觀賞 OK 在教育裡面 在教會裡面 在所有的人類的生活圈當中 逼著所有的人一定要接受他們的洗腦 當然就是會有更多的人排斥 而且不接受他們的議程 這個時候就是教會 基督徒是要來幫助這些 反對左派議程的人的時候 我們要告訴這些人 OK 這個世界上是有對跟錯的 而且目前這個世界的方向是錯的 有一本書不是我們說的 OK 是一個比我們更高級的一個智慧 說我們沒有必要要跟隨那些神經病 我們沒有必要當奴隸 我們的價值不在我們的性別上 或是在我們性取向上面 我們可以當這個世界的眼跟光 有越來越多的小孩拒絕左派的父母的洗腦 30歲到64歲的人 有著二位數的成長 認為自己是保守派 這是個最好的新聞 我們正在翻轉這個時代的價值觀 我們正在贏得文化戰爭 這些小孩在長大 而且他們正在加入我們的陣營 未來美國的方向 將會是中立或是偏保守 自由派跟左派正在消逝當中 所以看我們的新聞的人 不要絕望 不要氣餒 我們可能對我們的教會失望 可能對我們的牧師失望 這個是很多我們的觀眾的回應 但是我們有力量 我們有能力 我們可以奪回我們孩子的教育權 我們可以翻轉我們的教會 教會不敢討論現在的社會議題 因為怕流失會友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要在教會 做炎做光的時候 羅馬書10章第19節的時候 他說 我在說以色列人真的不明白嗎 首先摩西說 對那無知的民族起憤怒 羅馬書11章第11節 那麼我要說 他們失足是要倒下去嗎 絕對不是 反而因為他們的過範 救恩就臨到了外族人 為了要激起他們發憤 教會跟以色列人一樣 一樣會跌倒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救我們的教會 我們就要當教會的教會 告訴教會 如果他們想要救以色列 他們就必須先救自己 跟自己的孩子 讓教會重新站起來 重新提起勇氣 我們正在贏得現在的文化戰爭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